可以理解 就是串一個09 然後這個 這個這個 那可是如果你每天都要做啦 即便這個公司算簡單的 可是還是要打一長串 可是有沒有什麼方式 你每天都做最好 你可以按個按鈕 比如說把這些清除掉 然後呢再按一個門號 假設這邊有一個門號的按鈕按下去 它可以自動出現的話 感覺還蠻好的 有沒有 假如你資料按下去 當然如果一個工作表 沒什麼感覺 如果你有一堆工作表按下去 全部都幫你解決了 這感覺會更好 如果說你有很多的椅子有檔 按下去全部都自動完成 對那這樣子的話 工作是一種很 快樂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個是 可是有些同學可能想說 老師那 我的需要可能不是這樣子 我希望說 有沒有一個函數 當我按下插入函數的時候 它可以自動幫我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我習慣 插入函數 因為沒有一個函數 它裡面叫做手機好了 可是你想說應該沒有這個東西吧 但是你有沒有辦法制定 當然可以啊 所以你這邊的話有個使用者定義 不過使用者定義的前提是你要已經寫好了 它才會出現 也就是說呢 你的VVA裡面呢 假如沒有寫任何的 這個 制定函數的話 這個是不會出現的 要寫了才會出現 OK 然後呢 你可以針對你的工作 完全符合你的需求 量身定做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這邊會跳出什麼 跟你要資料 第一個 電信業者 第二個 區碼 第三個 墨碼 一個蘿蔔一個坑碼 最後會有結果 按確定 有沒有手機的函數 點兩下 一樣可以全部完成 那這個當然你要必須什麼 自己去定義出來 這個大家如果你定義好之後的話 你工作會很順手 因為 根本不用想說 函數 要打哪個函數 然後給什麼東西 想半天 而且可能還做錯了 不過前提是你要先定義出來 所以 VVA 主要呢 會有這兩種應用 一個是什麼 按下按鈕 按下去就 全部結果就幫你把它 放到你要放的位置上面 另外一種就是什麼 就是叫做制定函數 那制定函數呢 它不是按下去就沒事 它還要 使用者去選 東西給它 有點互動式的 然後 最後呢 它會return結果 所以呢 制定函數呢 會有回傳值 會回傳一個結果 到你指定的儲存格裡面去 但是 門號這個就沒有 按鈕就沒有 按下去就是 你指定到哪裡 它就不會回傳了 就 所以按鈕有點像線性的 咻 就 全部幫你做完了 那方選不是線性的 它是互動 互動的 OK 好 那我們按部就幫你來看 這兩個都叫VBA 一個是 程序 一個是方選 所以會有兩種 不一樣的東西 那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 第一個 請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 你們 可能要先找一下 你的 Excel裡面 有沒有這個標籤 叫做 開發人員 這個開發人員 我不是確定 因為你們 電腦環境 可能會還原 如果有還原的話 那 以往的設定 都不會有這個東西 這個是 自己叫出來的 如果你沒有叫出來的話 那你恐怕 把第一個 先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開發人員怎麼叫出來呢 第一個 在什麼 在上面這邊有一個小箭頭 上方這邊 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的話 要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這邊用的是2007 所以2007的位置是在 常用 常用區 裡面的那個什麼 這個常用裡面的 叫做 在功能區顯示 索引標籤 這個地方 但是呢 如果你是2010的話 特別注意 他的位置好像是在 制定的上面這邊吧 你點這邊 他這邊一樣會有個什麼 什麼什麼 索引標 開發人員吧 你就把開發人員打勾了 反正注意一下 位置不太一樣 2013以後的版本 好像都跟2010一樣 所以其實找一下 反正就位置 才會 調換一下 所以第一個 先把 開發人員 按確定 好 有了 第二個的話呢 找一下 Visual Basic 程式就寫在這邊 那你把它打開之後的話 正常狀況應該這個東西是沒有的 所以我把這個移掉好了 這個移除 移除 module 要不要匯出 fold 好 先把移掉 那 特別注意 你們打開之後應該會長這樣子 裡面的話就是 裡面的話就是這些東西啦 不過你暫時不用 去 去 這樣我們會 逐步跟各位講 那你需要第一個就是你先確定一下 你的這個 專案 有沒有 這個一定是對應到這個檔 它會是一個 VBA Project 裡面有沒有模組 如果沒有模組 請你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OK 插入一個模組 那你只要一個模組就好了 不要像有些同學一直按右鍵插入模組 又一個模組 好多模組 不用一個就可以了 那你打開來之後這邊會有一個 空白處 如果你不小心關掉沒關係 再把這個貓就點兩下 它又打開來了 那接下來 我們將來的程式 寫在這邊 就OK了 那程式要怎麼撰寫呢 那如果說 你想要先試試看的話 其實我這邊上面已經有寫好的門號 跟清除 你可以 它有一個方選 這三段 你假如要試試看的話 Ctrl C 一下 然後呢 怎麼樣呢 再到你的那個Visual Basic這邊 把它貼上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加上按鈕 其實你這個方選如果有的話 插入函數就會有了 就我剛剛那個 在這邊 如果你已經 這個就會有了 如果沒有 它就不會出現 另外的話 這個門號 清楚有沒有 如果你有貼上的話 在 開發人員裡面的插入 裡面就有表單控制項 你把它點下去 選一個 按鈕 這個時候 如果你的Visual Basic裡面 有門號 跟清除的那個SARB的話 那就會出現 那你可以把這個門號兩個都按 複製 因為等一下可以少打兩個字 複製 按確定 它叫按鈕 是嘛 不過理論上 應該改良一下啦 因為明明就是那個 它 主要是 它這兩個字 如果可以自己過來的話 那更好 這個門號就過來了 那如果你還要在一個按鈕清除的話 再一個 然後清除 一樣把這個複製一下 在這邊 把它貼上 好 那試試看 清除 有清除 門號 有門號 那等一下會講 怎麼來寫這個東西 OK 畫面 先 還給各位一下 記得喔 剛剛是從那個 程式碼裡面喔 有沒有 這個 門號 清除 手機 這一個範圍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 試試看